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期 我是主持人德宇 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好 德宇好 大家好 大人哥说股票 期货 看起来是两个不同的个体 但是其实操作策略 很多都是互通的 这个操作心法是一通百通 所以我们忍者无敌 不管是第一阶段的股魔力 或者是第二阶段的聚宝期 您都一定要帮我们 订阅按赞分享锁定收看 因为当中有很多的观念 很多大人哥的操作心法 可以让你在投资市场 是如虎添翼 当然我们YouTube直播 还有不定时推出的 大人哥玩股 这样的一个教学单元 当中有很多大人哥的赚钱 秘迹都在里头 欢迎大家锁定收看 同时也帮我们分享给你身边 更多的好朋友们 当然我们在股票的操作部分 目前大人哥正在准备的这份资料 非常重要 就是2022到2023 上市贵公司法人获利的预估表 那么也欢迎大家赶紧加入 大人哥的Lite8或Taggram频道 抢先预约这份非常重要的获利预估 因为这关系到我们接下来的布局方向 当然在我们的聚保期部分 大人哥也带大家 透过这个纪律的操作 聚沙城塔 那么进一步达到财富自由的目标 不过大人哥 我想请教你 今天的这个盘 周五十二点之前感觉上弱弱的 好像摇摇欲坠的感觉 可是十二点过后 拳王台积电出头 带领这个大盘持续的往上攻 最后是涨了超过一百点 是不是黑手又出来了 我这样讲 如果你看我今天的主题的话 我就直接告诉你说 来鼻子摸一摸 再转回来就好了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其实我在我们节目里面 一直跟大家说明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就是在任何的操作里面的话 你如果真的要什么 天天涨顶板 如果要天天我赚不赔的话 你去找别的节目好了 我会比较倾向说 在我们节目里面 我就告诉你数据会说话 在我节目里面的话 我会告诉你说 哪些重点 关盘的重点跟操作面的重点 你可以去做留意 所以在我心目中的话 我会倾向用比较有纪律的操作 用大赚小赔的方式 然后来把这些很重要的观念 分享给大家 甚至你看这边 我就跟你说 期货真的不是赌博啊 不是高跟杆高风险啊 我要让你一天只要赚10点 你一年绩效就可以翻倍 你一天只要赚30点的话 你一年绩效就是三倍 所以那个没有那种一天 每天每天赚200点300点 那个真的太厉害了 我觉得真的 尊重他们的说法 那可是在我们节目里的话 我就告诉你说 我们会运用一些 比较属于AI策略 或像是一些 AI的速度啦 或像是我们的提醒的 这些温度的话 会告诉你现在目前行情的 一些趋势的方向跟关盘的重点 那当然在我的节目里面的话 我会告诉你说 我们如果真的遇到了 亏损的状况的话 就请你用下一次把它转回来 就像刚刚德宇问到的 你今天的行情 我觉得就是一个还蛮 莫可奈何的行情 那我不是做推辞 我不是去做一个撇清责任 但是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大盘 你有发现吗 在中午12点的时候 这是大盘交易指数 然后呢 这是台积电 就在台积电的发动的 这样的状况的时候 尾盘去把它拉高 那拉高的过程来说的话 怎么今天好像开高走低 然后弱弱的 结果突然尾盘去做拉高 这样的动作 那你就会发现说 本来就是黑手在这边去做护盘 上半段我们跟大家说过了 黑手护盘的明确 他非常告诉你说 即使礼拜四 FED的动作是什么 他礼拜五一样开会 开一个稳盘 不要说稳盘啦 反正开一个关心会议的这个部分 把它开回来 然后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今天的大盘就在一个开高 然后压回之后 尾盘用台积电去往上拉高 那如果你问我说 今天聚保期的当冲的话 我会很明确告诉你 我们今天的聚保期的当冲 他就是一个很有可能 因为这样的关系 而去做受到干扰 而且很有可能是 有一个小亏的这样子一个状况 你会发现说其实今天早上 我们跟我们的会员说 今天 因为明天是台子期的结算 然后礼拜四的话 FED的力去决议会议 所以容易会有大区间的行情的波动 那因为昨天的 应该说今天清晨的 我们的台子期货上涨的105点 那如果今天量能 没有办法去做推动的话 你不妨用反弹找空点的胜率 会蛮高的 那不过如果这时间点的话 叫美股已经跌升反弹了 所以你不要去做追空的动作 我宁可逢高空逢高空 那今天的话看起来就是一个 逢高空的这个数字 我觉得还蛮漂亮的 可是等不到 等不到后利了结的讯号 我老实说真的没有后利了结的讯号 结果没想到在中午的时候 就被一个多单 你可以 你必须要在这边做一个停损 反手做多的这样的动作 去把他去做一个停损 然后反手做多这样的动作 把他做回来 因为是谁去在这时间点去做拉抬的 我只能尊重黑手 那你如果在这边 去做一个多单去做操作的话 你尾盘这边好歹也可以把 你早上这一笔通单 去做一个弥补亏损 那你今天应该会是一个小赔的状态 如果我们今天实际操作的话 今天是小亏25点 25点的小亏是一个 我个人认为可以去做接受的小亏 因为在我心目中 本来就是每天行情在那边 波动来波动去 那你可以透过每一次的大赚 然后小培去把他赚回来 所以比方说像昨天我们就跟大家说过 这是我们昨天有的节目 你会发现我们每天每天的节目 就很务实的告诉你行情的看法 提醒你现在目前的一些操作的 纪律跟策略是什么 甚至我们刚刚德宇有讲到 我们大人哥玩谷的节目 我也会拍一些教学影片 然后告诉你说 散户多空比是长什么样子 然后或者说我教你结税 那这些相关的部分的话 都在我们YouTube频道 你可以去做观察 那昨天的当冲的话赚120点 那今天亏个25点其实OK啊 那就是一个获利回吐的这样一个状况 甚至像是上礼拜我们抓到大怒神 全市场都告诉你说什么 什么CPI公布之后会喷上去 我们的聚保器告诉你说 就是要放空啊 没错 对啊 所以他就是一个 那个反手9月8号 在那个指标变多的时候 去做做多 然后呢在公布CPI的时候 带着你去做放空 这么精准的抓到转折点 那一个礼拜的行情的话 我们带着我们的会员赚到900点 获利18万 我直接取诊数 我没有去算那个尾数给你看 所以如果就一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今天遇到黑手控盘怎么办 我直接告诉你一个答案 鼻子摸摸 下次再赚回来 这是我们有把握 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告诉会员的 一个操作的方式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操作方式 你如果真的要看天天涨停板 你如果真的要看天天赚钱的话 你可以在别台的节目里面看得到 我们的节目会比较务实的告诉你 现在目前的行情跟一些操作面 应该注意的重点 所以如果回来到 我还是要跟大家提醒说 因为其实最近蛮多会员 就加入我们团队 然后有可能是之前 曾经在期货市场里面 有一些比较不愉快 因为之前有一些比较 就是行情波动 或是没有办法控管自己的风险 喜欢all in 压好压满 可是那都是错误的 所以现在开始请你跟着我 就是用50万的本金就好 你不要拿多的钱 就是你用50万做一口大台 现在目前保证金只要18万而已 我不要叫你做18万4千块的大台 我要叫你做50万的大台 因为你这样子可以 比较能够承受那个波动的风险 不要那个跳没起跳就被追缴 然后你可以准备充足的资金 那一口大台只跟着我们的聚保期 来去做操作 当你在获利50万的时候 不要扩大部位 你先把你的本金抽回去 用你赚到的钱来去做一个操作 然后让你在那个期货市场里面 重建信心 或者你没有做过期货的人的话 你可以跟着我们的讯号 来去做一个比较偏向于波段的操作 比较用一个比较像是一个 有纪律的方式 然后用大赚小肥的方式 让你做到那个 富力翻倍财富自由的这样一个计划 然后当你赚到200万的时候 你就自然而然不怕四口的风险 当你做到400万的时候 自然而然你敢放弹你的口数到8口 不是现阶段就直接all in下去 去拼多空 拼数以 没有必要 你可以好好的从这边去做一个 奠定这样的一个累积 奠定这样的一个观念的分享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 当然我要说就是说 如果因为最近也有人在问说 如果资金比较大 因为已经能够承受一些相关风险的话 如果你真的有300万以上 或者你可以同时操作五口部位以上的话 欢迎加入我们的操盘室的清胎计划 那我会用胎子期货 我也会用个股期货 因为股票还是有蛮多的股票 你可以试着去做多空操作 你可以做多空双向操作 你可以去做坡端的操作 你可以用比较充足的资金 然后充足的部位 然后跟着我们的操盘室 带着你来去做这样子一个 多空双向操作的一个清贷专案 你可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思考 那如果你只有100万 你可以做 当然我可以做五口的话 我一样拜托你 请你回到我们的那个就是50万的本金 或一个比较属于100万的本金 做两口就好 你不要100万给我压五口 那是把你自己暴露在高风险的里面 所以重申跟重申提醒再提醒 在我们节目就是用比较属于数据面的 比较属于一个操作面的一些观念跟分享给大家 那如果欢迎也欢迎大家可以用 就是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协助的话 也可以欢迎加入我们的 期货财富自由这样计划的团队 好所以大人哥的操作策略 不管是股票不管是期货 你可以发现我们都是求稳 而且在追求利润的同时 我们也希望帮大家把风险降到最低 好我们以前去投资的时候 网路上都有一个投资属性的分析 那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期货 财富自由专案也分成了两种 那么您可以利用50万 先跟大人哥我们来做这样的 50万一口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当然也可以运用您比较大部位的资金 来参加我们操盘式的清贷专案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都欢迎您 利用0800-668-085的帧线电话 或者是直接加入大人哥的这个Lite 进一步了解相关的细节 最重要的重点就是您一定要付诸行动 加入我们的这个操盘团队 加入我们的团队 跟着大人哥一起来掌握这一波行情 期待您的加入 期待您的参与 也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 非常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库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